寻不到长久的香衣,短暂的相伴也是好的。 小妖一觉睡到快晌午才醒,她睁开眼睛,立即去看房封被,看她依旧闭目静静躺着才放下心来。 听到屋内动静,车渠轻轻扣门。 小妖起身,把沙连演好,走到角落里,稀稀苏苏地把衣服换了,梳好头发,走了出去。 边走边下毒,在门口又布了一层毒药,才放心。 朝云殿的侍卫仍守在庭院内,而于信已在正堂等候她多时。 行礼后,于信下了个静置,禀王姬,金轩来报,昨夜五王府邸丢了东西,应是轩辕在中原的秘密粮仓和兵器库地图。 但与专须殿下对线,并非中原士族所为,应是清水镇义军所到。 于信顿了一瞬,王姬,五王,已经盯上我等,今早驿馆周围,至少有四名灵力高强的能者盯梢。 王姬自高新来,与在中原的专须殿下情如轻生兄妹,轩辕苍林第一怀疑的便是王姬,昨夜被道变直冲驿馆。 若没有宁怀姑娘相助,昨夜王姬必然鸣节尽失,不如尽早一踏昭云殿。 小妖自然知道是神农义军所为,罪魁祸首线还在她踏上酣睡。 于信,哥哥那边情况如何? 与王姬,专须殿下与赤水风龙二人以私下练兵十万,四大士族幽武王登魏孔对中原不利,对专须殿下多为提携照料。 于信微微停顿,看了小妖一眼,尤其是青秋公子,任了专须殿下军师一职。 中原氏族以青秋马首是瞻,专须殿下有青秋公子相作,如虎添翼。 小妖却突然盯着于信,但笑着,笑意不达眼底。 于信,爷爷的毒到底是谁下的?哥哥那边有消息吗? 皇帝陛下的毒,目前还未有确切消息。 于信犹疑了一瞬,但孔根轩缘脱不了干系,极有可能是武王七王所为,然时无法查明。 小妖看似在笑,眼底却划过了一抹凉意,于老板是代表中原回的话,还是代表的青秋,还是? 于信瞳孔疏然收缩,但并不现荒色,他俯身跪倒在地,二公子命于信入轩辕城时便有提醒,如王姬问起,便告知王姬一句话,尽数出于夜时期之诺。 小妖这才放下心,她本就不曾怀疑过屠山景,但于信是否只代表屠山景,她却要深思再三。 目前看来,于信却只是屠山景的心腹之才。 小妖扶起于信,将桑叶小玉牌给她,这她却安排一居朝云殿一事。 确定于信所言可信后,小妖只觉她所寻得的线索已渐渐明晰起来,中原不曾下毒,宁怀在侧,如抽丝剥茧般,爷爷中古毒的真相她似乎已快接近线头。 于信却突然打断了小妖的思绪,二公子料到王姬必有疑问,若王姬信奴,她还有一句话让奴带与王姬,亲盖如故,处旧相知,她定不负王姬低血之意。 挥退于信,小妖再也忍不住,泪落如雨下。 许久以后,小妖进了面,回了屋子。 对着沙帘后,那个朦胧身影发呆许久后,她揭开帘子,握住房封贝的手,查探她的伤势,却发现这家伙已然醒了,正靠在枕上仰起下巴对她眯着眼笑。 衣接明晰,美目清晰。 娘的,可真好看! 她的心瞬间就满了。 把武王府邸和驿管闹得鸡飞狗跳,就没什么需要交代的吗? 房! 风! 被! 房封贝坐起,单手扶着她,漫不经心地抹扎着她的衣袖丸,笑着说道,王姬好威风,贝改念王姬救命大恩,不若以身相许如何。 小妖瞪着她,一把拍开房封贝毫无规矩的爪子,你为何找我? 如果昨天宁怀不来,你躲不过去又该怎样? 房封贝一脸不在意,笑笑地说,那就只能死在王姬怀里做个风流鬼了。 小妖气急,转过身再不理她。 可房封贝却伸手将她身子别转回来,半带认真,半带玩笑,问道,昨天去武王府邸,倒有一些发现,王姬可想知道。 小妖不理她,昨夜我偷了武王在中原的粮仓和兵器库地图,但是时间紧迫,紧带回清水镇附近高屠山的那份,剩下还有七份。 房封被故意停顿着,瞥一眼小妖,见她是真没搭理她的意思,又继续说道, 我虽无法将图纸都带出来,但是我都记在这里了。 狡猾的男子点了点自己的脑子,离武王南下中原不足半月,英也来不及调转粮草和兵器,另换她出去。 小妖迅速反应过来,防风被偷到清水镇附近地图,而清水镇与神农山最远,虽不排除中原嫌疑,但武王英也会想到是义军所到。 那其他七份的位置? 小妖对防风被说,我要知道其他七个点位位置。 防风被笑道,如果你亲我一下,我就告诉你。 这么重要的情报,没有美人计怎么行。 回答她的是被小妖骤然扯过去的衣巾,以及重重砸在唇上的吻。 防风被似有一瞬地呆愣,她不再吊儿锅铛,王鸡可指我是谁。 香柳,防风被,你化成灰我都不会认错你。 男人轻声笑起来,渐渐地越笑越大声,小妖脸色都变了,赶紧捂住她的唇。 外面有人。 而男人依旧对着她笑,眉眼弯弯,某脚却小心藏匿着一丝微红。 她在笑着,可小妖却开始难过。 前世,细细碎碎的过往和爱意被别有用心的九头海妖打乱, 深藏,伪装成交易和伤害的模样,驱逐她。 她仍是很喜欢很喜欢她的, 但她的回应就像笑娃娃肚内的冰晶球一样,深深藏匿, 让她带着怨恨否定她,否定自己, 甚至毫无知觉地走向别人,目送她永远离开。 而当所有一切窥见天明,九头海妖的爱意无可顿避时, 她毫无选择只能孤独地沉溺摇池, 就像沉溺于永远不会有日出的黑夜。 再来一次,小妖竟发现了她的不安。 她怎么舍得让她躺塌沉溺的河,熬她沉沦的夜? 光山、伊望山、葛山、巨尔山、鱼羊山、蛇山、支离山、各山之阳面、 偏东西极里布等。 防风被突然开口,提前谢过王姬, 替一军正得片刻喘息之机。 小妖悠悠叹气,九头海妖, 装模作样的本事比她的妖术还高深莫测。 第二日,她醒来时,床塌外侧,以空无一人。 小妖悠于姓将武王、其他七处粮仓和兵器库所在位置传信给专须, 便着手一踏朝云峰。 花朝月念寺,赶着择好的黄道吉日, 小妖搬去了朝云殿偏殿。 自宁怀将外祖母的桑叶玉牌给她后, 今天她是第一次自行上朝云峰,入朝云殿, 以及调遣朝云峰的所有侍卫。 拜见皇帝后,小妖便沿着珠廊,绕过前殿, 到了她和专须以前居住的偏殿。 庭院内长着高高的凤凰树,树冠盛大, 开着火红的凤凰花,满天花雨速速而落, 一切仿若当年,只是凤凰树下的秋千架, 却已无影无踪。 宁怀也携着朝云殿其他侍女们来见过小妖, 认个脸面。 却见于姓匆匆赶来,脸上净挂着惊慌骑。 小妖心下一惊,于姓急急下了静置, 向小妖禀报,惊喧新得来的消息, 以及青秋从中原获来的信息。 自收到小妖的传信后, 专须,屠山景与风龙变暗中组织人手去往距离神龙山最近的渔阳山, 蛇山,支离山, 伪装成山匪流民进行骚扰攻略。 可谓料到轩原苍林竟丧心病狂到早已一把火烧光化尽所有储备。 不仅如此, 苍林临时集结了他在中原所有的暗哨和兵力, 在小侯山蹲守突击, 伏击重伤赤水风龙, 击杀赤水家将赤水寄人, 中原兵士伤亡惨重。 未到骨子雨, 轩原苍林竟提前扯下了和平的面具。 谁都没料到武王能如此疯狂, 竟与中原直接正面交火, 赤水家毫无防备首当其冲。 隔了上千年, 大荒这座休眠的火山竟再次爆发。 这样的君王, 真的可以统一轩原, 让中原臣服吗? 士族们愈加确定了他们的选择, 他们一别无选择。 小妖深深吐出一口浊气, 她要向一个人要个答案。